混合模式 颜色2 之前我们有使用这个混合模式去修改整个包包的颜色 而这个范例练习跟包包的颜色练习最大的差别是 我们只会修改头发的部分 首先我们将使用快速选取工具 将头发的部分去做选取 确定选取到头发以后 我们增加一个纯色涂层 并先随便选一个颜色 之后我们将纯色涂层 使用颜色的混合模式效果 这样就可以修改头发的颜色 如果对这个颜色不满意 可以点纯色涂层 并变更为其他颜色 这样就完成头发颜色修改的动作